学佛至抑郁 驱散阴霾 走向光明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一直想跟大家聊聊我学佛的经历及感受 虽然从我自身而言 一点也不想再去回顾之前所受的苦难 但因为深感佛法的不可思议 所以我还是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 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女儿抑郁 母亲痛苦我接触佛法 是因为女儿的抑郁症 女儿从小乖巧懂事 善解人意 成绩优异 她小学六年级时考入私立小学 这所学校是我们市的名校 小学毕业后 又以年级第二的成绩进入该校的初中部 入学分班考试 也发挥不错 进入尖子班 女儿的成绩令我深以为傲 我以为她会一直这样优秀下去 然而 这一切在她初二下学期时戛然而止 有一次 我在牵女儿手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她手上的划痕 有些已经结痂 刚刚还和我谈笑风生的女儿瞬间无声了 一直流泪 我给老师打电话 女儿忍不住放声大哭 一开始 我以为是她压力太大 因为我在女儿初一的时候生了小女儿 没时间陪她 我以为多关心她一下就会好了 当时并不知道她已经得了抑郁症 从那以后 我就小心翼翼地关心女儿 想尽办法陪伴她 甚至在她学校附近租了房陪读 我以为这样就会好了 但是并没有 慢慢的 她不能坚持上课了 经常请假 到后来索性取消了所有的课外补习 但就算这样 她还是无法正常上课 初三上学期末 学校出了直升高中的政策 她直升本部高中 不用再复习文化课 情绪这才好一点 2018年暑假 我还给女儿报名参加了日本游学的夏令营 想让她多出去走走看看 放松一下心情 但是她刚入学才一个月 就说坚持不了了 想休学 我不想接受这个结果 这个学校中本率在98%以上 即使女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成绩也仍在中等 所以我内心还在挣扎 盼着她能坚持下来 2018年10月 女儿已经无法起床了 我每天早上抱她起床 她都叫得歇斯底里 脸色惨白 中午和晚上回来也不说话 后来发展到晚上不睡觉 说怕早上起步来 我好心疼 心想那就算了吧 我要女儿 不要成绩了 那就请假吧 话虽如此 但是心里还是有期待 请假回家后 女儿就彻底起步来床了 几乎不出房门 甚至连饭都不跟我们一起吃了 去医院看定 她也一句话不说 医生开了药 但一直没看到效果 反而感觉越来越严重 她动不动就歇斯底里的发脾气 甚至无缘无故地咬我 我开始想着 只要她能好受点咬就咬吧 但是后来太痛了就阻止她 这样却引发她更强烈的反应 把各种脏话 质问我为什么生下她 说这一切都是我造的孽 说她想死 让我帮她不受痛苦的死 每天都是这样 经常吓得两岁的小女儿说 妈妈走吧 我们不管姐姐了 看着吓坏了的小女儿 我又好心疼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但是生活还要继续 没有办法逃避 我每天强颜欢笑 因为还有个天真的小女儿需要照顾 生病的大女儿更不能没有我 我不能倒下 这时先生的身体也出问题了 心肌没超正常值一百多倍 怀疑心脏有问题 全身浮肿 越来越像公公过世时的样子 我都不敢看她 她有时睡觉时会因为喘不上气 突然坐起来 吓得我整晚都听着她的呼吸 怕万一出什么事 小女儿身体也不好 2018年住了两次院 有一次医生还说我 你这个妈妈还可以 哦 孩子眼看都出不了气了 还这么镇定 我没出生 心想我不镇定孩子怎么办 反正所有的苦难都来了 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帮上忙的人 这个绝望不是一点点 我也天天想死了算了 可是我不能 后来女儿说住院吧 她怕每天自己没忍住就自杀了 看到她胳膊上一道道的心就伤口 我镇定的表情下 是一颗破碎后又被撕扯碾压的粉碎的心 2019年1月 女儿住进了医院 还是会咬我 别人告诉她不能这样 但我说总比她画自己胳膊好点吧 她还是经常闹自杀 我只能一步步离地跟着她 跳不了楼 她就撞墙 我赶紧挡在前面 她就越发大叫 让我走开 总之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苦难来了就只能接受 性欲佛法 结缘东林所谓病急乱投医 就像溺水的人 绝望中不管抓住什么都会奋力握住 以试图的救 我2018年11月底开始接触佛法 这一世 我就一天都没有中断过 不管心里曾经有过多少怀疑 功课也照做不误 我从每天送一部地藏经开始 12月份皈依之后 慢慢又加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心经 大卑咒金刚经和佛号等 地藏经每天一步坚持到2019年4月初 金刚经从2019年1月底开始坚持到现在 令我欣喜的是 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 女儿由开始的谁都不想见 慢慢转变为愿意接触外面 3月份开始去健身 周过有时还会跟朋友出去玩 情绪也比之前好了 2019年4月份 一位师兄在抑郁症定友学佛群里发了一个消息 欢迎大家去参加东林寺的活动 得知这个消息 我特别希望女儿能够参加 但担心她不愿意去 因为她对佛法还是排斥的 我试着和她一说 没想到她居然答应了 因缘和合 我带着女儿来到东林寺 这也是我学习佛法的转折点 自此我不仅增加了信心 而且找到了学习佛法的方向 我之前学佛一直是在摸索 不知道怎么下手 身边的人让我学什么我就学什么 没有自己的方向 到了东林寺 我突然有一种回到老家父母身边的感觉 甚至比回老家的感觉更好 每天早上4点20分起床做早课 然后听法师讲法 师父还带着我们行脚 放声 拜颤 宫灯 每一天都是那么充实 我从来没体会过如此心安的感觉 这里是比家还让人温暖心安的所在 我愿意永远在这里不离开 所有师父都是那么亲切慈悲 在一节交流分享课上 当跟师父讲到女儿的时候 我忍不住气不成声 师父就让我下课后带女儿找她 然后师父给女儿做了深入浅出的开示 女儿开始收获了佛法的甘露 还有被真诚关爱的心 在宫灵寺的几天 女儿虽然经常躺在床上不动 但是也会参加活动 她说感觉宫灵寺确实有加持力 因为有一次有人因为某件事而指责她 要是以前她一定会情绪爆发 但这次她却能忍住 只是在看到我时才哭 我看到了希望 离开东林寺的时候 我的悲伤无法言表 坐在车上一直流泪 失落到极点 专修敬业 佛化家庭回到家 我马上调整了功课 按照师父的开示 我开始专修 每天坚持做早课 送佛说阿弥陀经金刚经 厌佛 拜佛 时间多时看净土悟经 听大安法师讲法 每天除了带孩子要分心外 其他所有的时间 我都全身心沉浸在佛法中 做家务时听大安法师讲法 走路 睡觉时念佛号 要是谁想跟我聊两天 我真的觉得有点浪费时间 我觉得自己懂得太少了 所以想把大安法师所有的讲法都听完 我现在每天的定课是佛说阿弥陀经两部 金刚经一部 普门品一部 拜佛五百拜 念佛号最少一万声 不包括散念 另外 还请了念佛机 在家里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佛号 也为老家父母请了念佛机 女儿在家的时候 我有一把波经机的声音调大 让她也听 有一次 听到法师讲一位生病的居士 想到中林寺往生 我说我也想 女儿说她也想 我们俩相识大笑 我们经常听着听着就会讨论 在不知不觉中 佛法已深入到女儿的心中 以前看到坏人坏事 女儿会愤愤难平 现在她的反应很平静 说一切都是有因果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人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小女儿才三岁多 也经常跟着我们念佛 心经也差不多会背了 父母也在我的影响下念佛了 而且还带动了我们的一些邻居念佛 我妹妹是我们家的学霸 研究生学历 从六月份也开始每天做早课拜佛了 现在我们全家每天都在学习佛法 沐浴在佛陀的智慧光明之中 安住佛心 自我转变通过学习 我逐渐认识到 修行不仅要诵经持咒念佛 也要学习佛菩萨的发心 行为 以此来修正自己 当自己的心与佛相应了 就更能感通佛力 我虽还没有因缘受戒 但从学佛开始 我每天都按照五戒十善的标准 减点自己 看看今天自己又犯了哪些恶 怎么样来改正 在没学佛的时候 以为自己是个好人 这一学才发现自己几乎是十恶都犯 才明白地藏经所讲的难言伏提众生 举止动念 无不是业 无不是罪的深刻含义 女儿住院期间 我每天都跟经历炼狱一样 我告诉自己接受遇到的一切顺逆境 诚心接受自己所受到的一切苦难 脑子中闪现过许多被自己伤害过的众生 我真心向他们忏悔 不再像从前那样怨天尤人 知道一切都是因缘 一切都逃不出因果法则 看了了凡次讯 我明白了命运可以靠自己来改变 也唯有自己才能改变 再来谈谈学佛之后我的心理变化 学佛之前我如同坠入无底深渊 感到没有希望 没有明天 原来不懂什么叫痛苦到无法言说 现在懂了 真正的痛苦真的是无法言说的 也不知道自己每天会崩溃 现在我的心已经安放在佛那里 那种踏实和心安是从未有过的 喜悦随时会从心里冒出来 当然还是会有烦恼 但已经比以前少太多了 偶尔还是会为女儿忧虑 也很快平复 忧虑会在佛号中慢慢消失 以前天天与先生互相指责 埋怨 争吵 就差打架了 慢慢的 我们之间的不愉快越来越少 开始是控制自己不发脾气 现在发现有很多事确实是自己错了 很感恩先生 无论我多么无理取闹 甚至在想离婚的时候 他也坚持没有放弃 我现在很充实 很满足 每天忙得没时间聊天 所以更不会对女儿叨挡个没完 女儿现在情况也很稳定 并且也在念心经 观世音菩萨名号 他自己说 以前经常会莫名的害怕 现在不会害怕了 因为佛就在旁边房间里 书房供着佛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 只要害怕了 遇到困难了 就念阿弥陀佛或观世音菩萨名号 从东临寺回来后 他也愿意做功课了 先生也一直在做功课 而且很认真 差不多每天都拜佛 差不多每天都拜佛五百拜 再来说说身体的变化 我之前一直有严重的妇科炎症 月经不调 总也治不好 有一次 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在寺院里走 看到前面来了一群人 样子和我们一样 身体却是金色的 我赶紧站到旁边让行 这时走在最前面的人走到我面前 把手放在我小腹 说我病很重 感觉是在给我治病 我一直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但大约在五月份的时候 我的病不治而愈了 我不想赞美疾病和苦难 但疾病和苦难往往能使人认真面对生死问题 使人生起初离心 而不是沉迷于想恶麻醉自己 换一个角度看 苦难也许就是机遇 是我们的度的因缘 提醒我们不要再沉迷轮回 要信愿念佛 求生极乐 从而走向真正的解脱 走向真正的光明 那我阿弥陀佛